现在转化实验 有了新的进展 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就能提取出 相对稳定的火候音乐 这一次 我们离成功真的很近了 要不要给我个拥抱 以示鼓励啊 这可能是我最近收到 唯一的好消息了吧 你好 谢谢你 谢什么呀 你最近 也是风波不断 你半夜 被公安局 请去调查的消息 公司都已经传遍了 加上上次森泰集团一搅滑 公司内部 已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每一个人心里面 都打着小九九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稳住 不可以出现任何差错 否则的话 就是满盘皆输啊 我会小心 你主要把精力 都放在实验室 是 其他的事我会处理 还有 王德丽的事 他的家属 天天跑到公司门口 哭闹 要钱 还要人 前几天还挂了个横幅 在公司门口 不过欧林已经把这事 给押下去了 他们还报了警 这事呢 之前没敢告诉你 怕你分心 连连你和我林了 这么多年 让你们受罪了 命苦不能怪老板 受苦谈不上 毕竟是我喜欢的工作 所以 没什么好抱怨的 只不过呢 最近工作那么辛苦 通宵达旦 夜以继日 很久没有回家了 我要是再不回去 勇倩该杀上门来了 所以呢 老板 在这里 我向你正式地 请半天假 怎么样 没问题 你答应了 真的假的 你答应我了 这不是你的做事风格呀 你 你认真的吗 你的休假正式取消 你 你别啊 我就是感叹一下 是什么 让我们林总这么大方 是爱情的力量 我们同大记者 还是很有本事的 对不对 还是爱情里面 碰到什么 不开心的事情了 没事 说出来 让我开心一下 你看 我现在正式宣布 你的休假取消 喂 半君如半虎 说的就是你吧